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今天要出远门了 看,这十匹带啊 全部是领了咱们家的土货 有点小感冒 情况呢,是这么个情况 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啊 小王胖不是来过咱们家吗 是不是 然后呢 他爸呢 又邀请我去他们家 然后呢 我没什么拿的 还是拿点咱们家的特产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实惠一点 不用去街上买那些东西了 不用花那些钱的啥 是不是 所以说 今天呢 我就 骑着我的十匹带 进城了 是他们说的丑媳妇见公婆 这个老婆呢 也要见一下未来的那个 那啥 岳父岳母嘛 是不是 找家们 陪着我去 此时此刻 心里很紧张 这个去了之后想了一下 哎呀 见第一面 该说我什么好嘞 哎呦 我的老同学呢 听说这个事儿了 还都非得来送我 这不开他的宝马 接我来了 这不得赶紧去呀 老同学 老同学 你这个开车 我看有点紧张啊我 我叫你开你的宝马 你要开老大的海马 你这个 我本来心情非常非常的开心你 别是今天做个宝马 你看你给我搞个海马 你是不是认为是个妈都行呢 啊老同学 哈哈哈哈哈哈 老同学哦好 我们走的哦 那你接紧不紧张啊 我是有点紧张 哈哈哈哈 有点紧张 要不我跟你 先刷哈嘛 跟你打个伴 我打伴了啊 要的吗 真的假的哦 那 肯定夹的是啊 你这个家伙 哈哈哈哈 要得要得 那你注意安全哈 啊 开车慢点 谢谢啊 一路顺风 好好好谢谢谢谢 拜拜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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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好意思啊 早上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老此时此刻 在哪里啊 啊 在哪里啊 对 在房间 这房间 这房间是哪里呢 不是哪一方 啊 这是哪里呢 在东方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没错 然后 此时此刻 在 上海 在 我们的 中国的一线的大城市 上海 嗯 是这样子的 早上 给大家来了一场乌龙 是不是把家人们搞得 云里的雾里啊 哈哈哈 抱歉 抱歉啊 为什么呢 老儿觉得吧 嗯 我这些家人们 一天天到晚呢 这么支持我 陪伴着我 我 无以为报 只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带来快乐 带来开心 所以说 来了这么一场乌龙啊 请大家 谅解谅解啊 哈哈哈 然后 嗯 为什么来上海呢 就是 大哥 还有嫂子 就是喊我来上海 嗯 就是上一次 嫂子有一场 那个 函数的那个 化作品的那个直播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所以这次来 把我喊过来 是让我干什么呢 让我多学习学习 因为一直在老家嘛 像这种一线大城市啊 说实话哈 上海特别是 我是十多年前奶过一次 玩了一两天吧 对上海 对上海来说的话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陌生 所以说 嗯 这次来也是一个机会 多学习一下 嗯 哎 刚刚啊 我在这里翻箱倒柜 发现这个酒店 这个房间里面 连一把牙刷都没有 我在想 是不是 来这里住 还自带牙刷呀 这种事情我是第一次遇到啊 哪个酒店 没有牙刷的 还是忘记放了 还怎么回事啊 这个是为所为闻的事 照理说这个 这里面的那个环境还可以吧 也不至于这个 这种失误 是不是 人家说我来这里住 还要自备牙膏牙刷呀 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那是在农村 农村待久了 到了这种一线大城市来之后 完全脱节了嘛 那那个 现代社会发展太快 更新的太快 信息失败 从牙刷都要自卑 是这样子 哈哈哈 我是看了 整个房间 每个角落我都看过了 没看到一把牙刷 我准备刷个牙 因为起来太早了 我准备刷个牙休息一下 准备早上 这问题呢 我得问一问前台呀 这个 我也没戴牙刷 问题是戴着牙刷还好一点 也不用求教他们 也不用请教他们 也不用麻烦他们 我这个事还是得麻烦他们 这个全是英文 哪一个是那个前台呀 这个真是想不到进程啊 什么东西啊 客房通话 室内还可以打室内的 国内电话 酒家区号 电话号码 国际电话 这个是干啥 这个是干啥 哎呦 你好给我送一把牙刷有吗 牙刷有的哦 这房间里面没有牙刷吗 对的房间里面是没有 哦好的 给我送一把哈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这个真是想办了进程 摸不到方向道了 哈哈哈哈 方向打不到 刚刚那个洗手间 那个厕所啊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 哎 哎你好 东西到门口了 我们去去啊 东西到门口了很快的 啊 哎呀我这个忙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机器人吗 什么破屏 可能请为您服务 在手机上点击关门键 我会自动关门 如果您喜欢到话 也可以跟我合影哟 合影吗 怎么合影呢 来合个影来来 哈喽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不理我呢 哇 哈喽 搞科技啊 哎呀 这个大件事果真不一样 哈哈哈哈 就来用那个机器人 送东西 我第一次遇到啊 第一次看到这种事呢 吓我一跳 跟他登个机器在前面 哎呀我的天哪 这是土豹子进那个 进城市啊 啥都看不懂 哎呀这是长监死了 长监死了 现在不得不说我们的国家的科技真是 飞速的在发展 这个不跟那个社会那个 接轨的话 像我们这个 像我啊 不能说我们 像我老儿 那是要脱鬼啊 这是 跟那个社会要脱鬼 真的啊 哇 这么说的话 以后吃饭 是不是也是机器人呢 机器人送餐 对吧 那以后是机器人的死了呀 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 那不是淘汰了吗 那这样子的话 假如说以后的后代 他们如果说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那怎么生存呢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对 说到这里来吧 真的对我的感觉特别深了 咱们这个社会 发展的太快了 咱们中国真的发展的太快了 真的是大城市就是我一样 现在还有机器人送东西 看来我们真的是 out了 落后了 哎呀 看来还是要多出来走一走啊 不然的话 到时候以后来大城市 真的 别人说什么你都不懂 那真的是 跟社会有脱节了 那不行了 看来多出来走一走 好惊呆 好惊呆啊 他会说话 他说给他好评 他妈妈会给他糖吃 糖肯定没得吃 他会给他充电而已 哈哈哈哈 智能化的时代 科技的时代 所以说 要是我以后的孩子 不好好培养的话 那以后的社会 他肯定跟不上了 这个得好好吃的人 我生死啊 这个得好好吃的人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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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